首音 醒一醒 首音 醒来了 她是何方神社 为何如此任性 一睡到底 是故弄玄虚 还是世外高人 首音 你在干嘛呢 一直在睡觉是吧 对 虽然我长得不漂亮吧 但是我觉得我善良 正直 可爱 处于无名而不然 所以我就觉得自己是仙女了 精彩精彩 今晚二十一点半 一战到底 各位其他天哪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大家准时准点收看一战到底 看江苏卫视都更多知识 各位晚上好 我是雷虹 大家晚上好 我是小敏 接下来这段时间 全民运动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什么 就是一年一度最大的人口迁徙 春运马上就要开始了 是的 没错 今天有很多的朋友 估计在回家去的路上 有可能就像我们节目一样 要一战到底 因为火车票实在是太难买了 不过说到春运 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去火车站 这种人潮拥挤的地方 千万要注意安全 我们要开开心心地 快快乐乐地 平平安安地回到家里面 去跟我们的家人好好的团聚 同时今年过节不收礼 要收礼的话呢 就到一战到底 凭借自己的知识 抢一点回去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今天来到现场的十位 手泪达人 欢迎大家 欢迎你们 一战到底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感谢本节目合作伙伴 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的大力支持 即将来到我们的节目上呢 除了官网报名 也可以通过金龙与海洋游桃 和游战到底的地面招募活动 来到现场 需要特别的强调 在本场能够加上最后的人 不仅有机会 拿走全场所有的大奖 而且呢 还有机会冲击精选舞蹈题 要是冲击精选舞蹈题 再次成功的话 还将收获 由本节目送出的 全世界21个 最值得移去的国家和地方 任选其一的双人游大奖 祝大家好运 欢迎今天来到现场的 第一位挑战者 来吧 有请 你好 好哥好 你好 秦宇宇 大家好 我叫秦宇宇 今年25岁 来自北京 我的职业是一名自由撰稿人 我的笔锋一向以犀利为主 所以我的读者 都叫我犀利的秦老师 我看一战道理好长时间了嘛 然后就是好多人都会说 有一第一比赛第二 对 但是我觉得 一个不想拿第一的比赛者 不是一个好的比赛者 所以说我希望今天 要不让我打赢你们 要不你们就让我服你们 好 他一走上了其实我就觉得 就自带几分气场在身上 而且眼神分外的犀利 看得出来啊 有一种成竹在胸 胜券在握的感觉 秦宇需要特别强调 在本场首先有好几个阶段 好几个关卡需要你去闯 第一个阶段就是要先赢三个人 而你的身上将会有一次的面打权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秦宇上位 一位自由撰稿人 是我们今天现场的第一位挑战者 请放眼一下四周 在其他的十位守累者当中 选出一位 挑人吧 10号 哈喽 大家好 我叫王飞 我毕业于埃及开罗大学 现在是利比亚驻中国 中国进出谷总公司的市场部总监 然后我也是中国首位 用阿拉伯语演唱京剧的 90后 中国人 你是什么 你是个总监 市场部总监 看起来很年轻啊 不像是吧 看我挺年轻的 我爱好是唱京剧 扮贵妃醉酒啊 鱼姬啊 然后有一次我去化妆间的时候 化完妆之后 然后我去厕所了 去了男厕所 他们都很精益 为什么来了一个女的 只看见一个姑娘走进了洗手间 猴子一撩 跟大家站在一块 你刚刚说你是用什么唱京剧 阿拉伯语 我不仅用阿拉伯语唱 中文的 英文的 日文的 以及阿拉伯文的 对不起 好棒啊 然后接下来 我交给二位主持人 因为大家都是学主持的 交给你们一个 比较好玩的阿拉伯语单词 好哥可以跟好嫂经常说 什么你说 哈比比 要带感情 你这是骂人的还是说好的 亲爱的 亲爱的意思 亲爱的 哈比比 太吓人了 你还是不要说 好的 两位 今天本场的第一轮答题较量 开战 全球四大转机音作物 包括棉花 大豆 甜菜和什么 玉米 哪种生活用品 可以去除水杯中的污垢 每天早上都会用 牙膏 双倍 路易十六夫妇所拥有的海洋之心 希望之心是哪种宝石 钻石 《红楼梦》第32回 《巧琴门并布雀金球》中的雀金球 是南京的哪种著名的织品 《锦门》 什么 《锦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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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号位开枪 第一件点赞品 卡修自拍神器 已经累积了一件奖品 来 放眼四周 选择本场你的第二位对手 3号 3号 季松 大家好 我叫季松 我是毕业于浙江大学的法律硕士 目前我的职业是一名理财规划师 我觉得秦宇选择我是一个错误 他身上我看到了一种预解范 但是呢 预解范的人呢 往往有一种问题 就是他不太注重细节上的东西 所以呢 我们一站到底这种节目 经常会问一些很细节性的东西 这个可能是秦宇的弱点 所以他选我也许是一个错误 我发现你的分析能力还挺强的 一直在分析从他做的事情 分析到他的性格 秦宇宇 他刚刚说你是预解范儿 但往往像你这样的人 不太注重于一些细节上的考量 准吗 我觉得你太骄傲了 但是我从来都不羡慕骄傲的孔雀 因为浴火重生的 只有像我这样的凤凰 秦宇宇在这里要提醒你 如果你可以答题过五道的话 我们节目组会送给你 两千元的现金红包 如果答题过十道的话 你可以获得32G的迷你iPad 那如果你用掉对手的免答权 你所站到这个位置 三号位的站位奖也会被你带走 所以好好把握机会 二位 答题开始 皇帝隐蔽身份 穿平民衣服来民间探查的行为 被称作什么 微服私访 被称为中国汉堡的西北小吃是什么 肉夹馍 选择题 2014年上映的电影 一步之遥的导演是谁 A 姜文 B 陈凯歌 A 姜文 选择题 内地第一部真的意义上的贺岁片 是由哪位导演指导的 A 张艺谋 B 冯小刚 B 冯小刚 毛主席在八七会议上提出 政权要从哪里出 政权要从枪杆子里出 国民党口中的徐凤会战 实际上是解放时期 三大战役中的哪一次 淮海战役 答对 2014年第17届亚洲运动会 在韩国哪个城市举办 仁川 南非有三个首都 它的司法首都是哪个城市 布隆坊单 罪翁之意不再久的罪翁指的是 哪位宋代文学家 欧阳兄 白羊礼散是中国哪位 现代作家的著名散文 矛盾 恭喜答题购物到 国产动画片宝莲灯当中的 二郎神叫什么名字 二郎 二郎 你有一次免答 过 过 李达 杨姐 杀对 我没有想到是这道题使用了免答 三号位的战位奖将会被寄松 你拿到 两位 答题继续 电影《爱情呼叫转移2》当中 黄伯索说的KFC 整个是河南什么地方的菜 开封菜 主演变相怪节大话王冒牌天神的 好莱坞喜剧天王室 金凯莱 1947年为了帮助欧洲经济复兴 与苏联抗衡 美国提出了哪项计划 马歇尔计划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是周总理在哪次国际会议上提出的 万龙会议 于2015年1月1号去世的著名 一甲足球解说员叫什么名字 张惠德 在2015年冬季从阿森纳 加盟国际米兰的是哪位德国球员 是波德尔斯基 大队 2014年12月哪款社交聊天软件 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默默 齐总书记提出的建设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当中的一带 指的是哪个经济带 四手之路经济带 他定期过时到了 夏季炎热干燥 冬季温和多雨 说的是哪种气候类型 可以猜一下啊 把那几个气候类型都爆一遍 我就知道了 气候类型 你知道吗 直松 应该是地中海气候 答对 地中海气候由西风带 与复热带高气压带 交替控制行程 夏干冬雨的特征 造就了宜人的气温 充足的阳光 使地中海沿岸 成为全世界游人 为之着迷的旅游胜地 金宇 因为你是中间的挑战者 所以你将收获 由本节目送上的 2000元的现金红包 金宇 再见 恭喜季松 而且刚刚在答题的过程当中 用掉了对手一次的免答权 3号位的这点站位奖 将会被你固定获得到 我们来看一下 男飞50分纯净裸钻 而且刚刚答题过10道了 所以你也可以收获到 迷你iPad的一台 来 有请走上挑战位 来吧 季松的眼神很笃定 刚刚在开始较量之前 你就已经预料到 这样一个结果了 并不能完全预料到 但是我对自己有信心 你在生活当中 凡事都喜欢分析吗 这几乎是我的一种 常态的思维模式 从小到大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现在场上的 这些选手当中 你看一眼就能分析得出 谁是你的对手 谁不是你的对手吗 不敢百分之百地肯定 但是我有七成的把握 来 季松 希望呢 你用你超强的分析能力 能够有机会多走几轮 好 谢谢 甚至征服这样一个舞台 这也是我的心愿 挑人 我选7号 7号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燕琳 我首先是一个学生 然后我现在拥有自己的工作 然后我工作就是打游戏 专业玩家 对吗 那你现在的这份收入还不错吗 就打游戏 然后当结束 还可以吧 就是我现在起码生活费啊 学费啊 是不需要家人管的 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 可以赚钱的这个地方 那是当然的 因为这是一个新兴的一个行业 而且关于这些比赛啊 我经常也有一些关注啊 你也打游戏吗 我不敢打了 我打游戏会被老婆打的 对 你知道理好打游戏的记录吗 他周五的下午下了班 然后去网吧打游戏 一直打到周一的上午直接去上班 我要强调一下 那个时候 是我20岁出头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也是CS战队的一名成员 我是之前有机会成为 职业运动员的 我放弃了 所以后来我来主持了一战到底 好 有点紧张 好哥 你会帮我的对吧 完全不会 这是一个公平的舞台 好 第二轮打体较量 马上就要开始了 希望拿出你游戏玩家的斗志来 好好的应对这位大姐 好吗 两位 开战 我们通常把没有经过任何装修的房子 称为什么房 毛坯房 星级酒店里 接待外国元首等重要贵宾的豪华客房 被称为什么 总统套房 古代将中草药按药性分为四气 指的是寒 热 温 凉 答对 我们把民间流传而非医学典籍上记载的中药方称为 天房 请听音频 小小竹台 江中药 这首歌曲代表的电影里塑造的经典恶霸形象是谁 是胡汉三 答对 请听音频 这是央视哪个栏目的背景音乐 天气一棒 哦 故宫北门上方匾额故宫博物院 是哪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所提醒 过莫若 诸葛亮的名片出师表是呈现给哪位君主的表文 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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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跟他有点关系 能过吗 不能 对 跟她一样 继续告诉她吧 是刘备的儿子刘善 租称阿斗 扶不起的阿斗 要向这位姐姐多多学习 除了打游戏之外 也可以多看看书 谢谢你 再见 7号位开奖 双女人 郭芷芸 新套装 恭喜你 赢两个人了 免达权依旧还在自己的手上 下面是关键第三号 赢了这个人之后 你可以做出一个很好的选择 漂亮 那我选陆新月 4号 4号 新月 有什么分析吗 因为我觉得 新月是一个非常帅的帅哥 但是呢 帅哥和美女 往往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弱点 她们会在一些 不太重要的方面 浪费掉自己很多的时间 来 新月 赢三个月 赶快证明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陆新月 今年25岁 来自北京 现在在美国读MFA 然后曾经在北京电视台 做过三年的财经记者 哦 财经记者啊 真的要脑子很快的人 才能当财经记者 还好吧 我觉得大家可能 对财经记者有一些误解 可能觉得财经记者 就是每天出入那种 证券交易所 跟股票期货债券打交道 其实我每天早上5点多 跟摄像两个人 要开车开到那个北京最大的 那个农夫产品 批发市市场新发地 去看看什么菜涨价了 什么菜降价了 这也属于财经记者要办的 对 这完全我不会关心的一些事情 然后呢 还要想一个非常新奇的一些新闻题目 比如说算涨价了 我就会写算你狠 江涨价了 我就写江你军 绿豆涨价了 我就写逗你玩 不过那小事要慢慢一步一步来 不及不无一致千里了 如果将来要成长为一个 很好的财经记者的话 也许是要从这一步开始的 这只是一个入门而已嘛 谢谢豪哥 谢谢豪哥 好的 两位 开战 在我国古代官职调动当中 用签着表示什么 升官 世界三大酿造酒是黄酒不造酒或什么 啤酒 现在的人造卫星主要依靠哪种能源工作 太阳能 人们常说的雀桥铺设在天河之上 天河之上指的是什么星系 银河系 古家剧中唯一用棺子来命名的椅子叫什么 太师椅 大队 哪个剧种被誉为中国戏曲之母 昆曲 著名的批斗乐队来自英国 哪座著名的港口城市 丽巫婆 最先命名的太平洋是哪位著名航海家 麦哲伦 达加玛 古代的唐手是对如今哪种国际舞蹈的生活 空手道 足球明星圣卡西的全名叫什么 我的最爱西班牙的卡西利亚斯 达迪多舞蹈 朱宇昌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上一句是 这一句我知道 但是我想使用一次免答权 因为我相信这位选手不一定能回答上来 加油 欣悦 宰相肚里能撑船 我们都知道这句宰相肚里能撑船 让我们撑船上一句 抱歉 去送你太狠了 好狠啊他 你告诉他答案吧 这个题出来的一瞬间我还说 还好不是我抽到 这个对应的应该是将军额上能跑马 我们现在讲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中间的挑战者主动放弃答题 所以要让对手输掉 之前我还真没发现他分析能力有多强 通过刚刚这一下我觉得有点意思 你怎么就算死了 他就完全答不出这个 因为这一句的 下一句是大家都家喻户晓的 但是上一句很多人打不出来 像他做了财经方面的东西 他可能了解的是更多更广泛的东西 但是往往不够深 不够精 所以我觉得给你下一句 你不一定能打出上一句 所以我就对不起了 今天你也算算你狠 你也将了我一句 不是 他主要是在逗你玩 对 我同意好哥的话 因为你答题过舞道 所以你可以获得 由我们栏目提供的 价值2000元的现金红包 小路 再见 恭喜李迪松来看一下你获得的第三样奖品 松下智能电动按摩椅那到目前为止 你已经成功的挑战三人也是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比赛 所以第一阶段的比赛 如果你挑战成功三人的话 是可以选择带着奖品离开的 如果你要离开的话 这三件是哪三件 我们再来回归一下 你可以带走的是 这三件双利人锅具明星套装 南非50分纯净裸钻 吉松下智能电动按摩椅 这三件奖品如果你要离开的话呢 就已经可以拿着走了 但如果你要选择继续往前冲的话 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再赢两个人就行了 而刚刚用掉的免答拳 我们将会给你恢复一次 我觉得按照我对他的分析吧 吉松的选择一定是往前走 因为如果刚刚那次免答拳 他要是不用的话 到这个阶段要重新做选择的时候 也是不增不减 用掉了 第一 能够节约时间 第二 还能够很痛快地利用规则 好好的玩一下这个免答拳 是这样吗 自我者 好哥也 所以你选择的是冲 我继续往前冲 冲 吉松开始选择本场 你的第四位对手 我选5号 蔡静兴 蔡静兴 来 介绍自己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蔡静兴 留下一张影 纪念一座城 我是德河照相馆的老板娘 那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照相馆 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照相馆呢 在号称中国三大博物院的 南京博物院里面 我就是在民国馆里面开了一家 完全复古民国的 所以去照相的人都会穿成 像你这样的衣服和装束 然后在那里照相吗 对 到我们店里面来 我们有化妆师 可以给你做一个 像这样的手推波纹 穿上我们店里面的 就是古董的旗袍 好 所以去那里 就瞬间感觉穿越回了民国 对 那我可以去免费拍吗 当然可以 欢迎小米姐 好 我们有照片 来看一下你的那个照相馆 哦 有点像那个 德 德 是 德 对 民国时候的那种 哇 哎 左边这个是你吗 是的 很漂亮 很上镜哦 像这个 哇 像我们的那个椅子 还有刚才的流声机 电话 包括这只狗 还有这个包都是民国的 我们就是展览的一部分 哦 就其实那些都属于古董 对 哦 我是喜欢看她这个扮相 是真的 谢谢 我觉得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真的 你下次就打扮成这个样子 来主持一战到底 你最后以后说话 也跟她这个样子 亲生 戏友 那你刚才画个老婆好吧 算了 来 你们聊吧 蔡静心她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温婉的一个女子 又做的是这样一份职业的话 那相对来说 她对一些比较激烈的东西 比方说竞技体育啊 或者是军事啊 或者是这种 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兴趣 但是你知道吗 在我们舞台上还有一个词 叫运气 希望今天运气 能够降临在你身上 好不好 好好加油 谢谢 二位答题开始 一般公交车上的爱心专座 是为哪五种人设置的 老弱病残运 在军队中 通常三个营可以编排为 一个什么编制 团 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共潮生 出自唐代诗人张若虚的 哪首诗 春江花月夜 东方部与周郎辩 同却春生锁二乔的诗句 描写的是哪一场战役 赤壁之战 答对 革命女烈士刘胡兰 被哪位军阀的军队 逮捕之后而牺牲 这题我想使用免答权 再次使用免答 蔡静兴 严西山 答对 没有得逞啊 五号的战位奖 这样会被你拿到手 分析错误了 我已经搞不清楚是不是他分析错误 还是他自己不会的问题 两位答题继续 选择题 哪张图片是演员张震少年时的照片 应该是B 哪张图片是演员王学琴的戏照 A 经常作为T恤头像的革命家 协格瓦拉 因领导了哪国革命而为人熟知 古巴 德育 智育 体育三者 为教育缺一不可之物 是我国近代那位著名的历史人物所说的话 梁启超 大队 世界上最大的湖 并且是咸水湖的 是哪个湖泊 厉害 世上苍蝇失踪圣哲 民间疾苦 鼻底波澜 是郭沫若为成都哪一景点的题词 苍蝇圣哲疾苦波澜 我不行了 正确答案是 这是杜甫草堂 不过没关系 刚刚在答题的过程当中 你的表现非常地出色 是 谢谢 谢谢 因为你用掉了对手的免答权 所以5号位的站位奖 你可以带回家 我们来看一看5号位是什么奖品 夏普高清3D投影仪 谢谢 谢谢 这件奖品将会被你带回去 而且刚刚答题的过程当中 过5道 你还将收获到本节目送出的 2000元的现金红包 谢谢 下面一剑 再见 再见 好 下面季松 关键第5号了 对 赢了这个人之后 你可以做出第二次的选择 对 祝你好运 谢谢 谢谢 那我选6号吧 文斌 6号 来 好好的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文斌 我来自湖南长沙 我在长沙的话 可是很有名的 大家都叫我虾哥 因为我经营着一个 专门吃龙虾的餐馆 叫老长沙龙虾馆 那么我们这个虾馆呢 在长沙是最火爆的餐厅 你每次去排队的话 前面都有三四百号人 然后去我们店吃饭的话 要两个小时才可以吃到 哇 这么夸张 然后当然肯定还有很多很多的明星 也到我们店里面去过 来 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明星 有吃过他们家的龙虾 对 这是谢霆锋 哇 谢霆锋 太帅了 霆锋哥 谢谢 他来我们店来做 像我来学做小龙虾 对 高媛媛 对 这是高媛媛 高媛媛是自己去排队进去吃的 高媛媛去排队啊 对 对 他没有找我们去 他应该排队 不是 陈昊明 陈昊明 因为他是长沙的旅婿 对 每次回长沙都会去我们家 陈昊明 你看他的小眼神没少喝 其实我想说文斌啊 我非常喜欢吃龙虾 但是我想提醒文斌的一句是 你的专业是提供所有的人 丰富的物质食粮 那么相对来说呢 精神食粮 可能你就提供不了那么多 而这是我的强项 两位 做好准备 季松 需要再次提醒 这是关键第5号 拿下它之后 你才可以做出选择 走还是继续挑战 而下面是一提定输赢 两位 开战 抗日战争时期 对缴获的日军三八式步枪俗称为什么 三八大杠 按照经济发展水平 一般把国家分为发达国家和什么 发展中国家 始于汉武帝刘彻 为皇帝皇家皇城的特殊军队叫什么 羽林军 清朝一品文官的官服上 秀上的是一只什么动物 这个我知道 鲜鹤 成语 卧榻之侧下半局势 形容他人憨碎 我们用蚕头燕尾来形容哪种书法字体 蚕头燕尾是 历书 相传历大无穷的隋朝大将 语文化及儿子叫什么名字 语文成都 汉族传统名菜 蚂蚁上述的起源 与官汉亲笔下的哪个历史人物有关 哇 这个掉到我的饭碗里面了 豆鹅这个是 答对 选择题 两个用并联电路连接起来的小灯泡 它们之间的哪个变量是相等的A电流B电压 B电压 选择题 我国古代城市长期实行商业居住分离制度 商业区被称为什么A房B市 B市 答对 购乏题 不错 2015年1月4号 李克强总理见听了哪家民营银行的 首笔互联网贷款业务 交通银行 普发银行 招商银行 阿里 阿里银行 正确答案是 威众银行 很新的消息啊 好 谢谢你 季松 同时有一件固定被你获得的 南非50分纯净裸钻 将会被你带走 好 谢谢 谢谢季松的参加 再见 再见 来 我们来看一下文斌今天带到现场的这点奖品是什么 三星对开门冰箱 随着季松的离开 那么前面所有累积出来的奖品宣布 累积到了文斌你的身上 但是你是不是能够把它全部带回家呢 需要看看你今天来到舞台的中间之后 你的挑战之旅最后的结果如何 好的 来 文斌请上位 没想到走到了舞台的中间 我现在应该是身负了很多种奖品了 难怪我觉得我身上突然变得很重了 有担子在 对对对对 有担子有压力也更加有动力 同时你身上除了担子以外 还会有依次免大拳 请好好的珍惜善加利勇 好的 选择本场你的第二位对手 挑人 我就选9号吧 王朽玉 朽玉 醒一醒 终于到我了吧 到你了 到你了 终于到我了 你刚刚是在干嘛 昨天晚上失眠 就没睡好 现在就有点困了 在补觉刚刚 所以你站着是可以睡着的是吗 可以睡着的 所以你刚刚一直在睡觉是吧 嗯 对 所以就你们叫我了 我才知道 终于到我了 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来自哪里 我叫小仙女 来自山东泰安 你叫什么 你不是叫王守英吗 怎么又叫小仙女 我喜欢大家叫我小仙女 我觉得就虽然我长得不漂亮吧 但是我觉得我善良 正直 可爱 出于污泥而不染 所以我就觉得自己是仙女了 而且就专门为今天就做了 亲手做了什么一件衣服 我就说我们的这个服装是怎么回事 从来没有让选手穿成这样 所以这个是你自己的衣服 对 这个是我亲手做的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给我们解释一下 就是那个古时候的女将军的战袍 就根据那个原理设计的 那下面那个黑丝袜加小碎花裙子吗 这一身都是那个战服 这个是一身红袍是女将军出征的时候穿的 是吧 对对 所以你觉得来参加一战到底 像是战士出征一样 对对对 那你脖子上这串玉米是饿了的时候 再马上来不及吃饭就丢了 那个我虽然现在是半醒半睡的那种状态 但是我还记得我上节目之前就怎么想的 就是想那个送给你们夫妻两个一个礼物 玉米配小米绝配 然后就送给你们了 这一双项链也是你亲手编的吗 嗯 对 那你是做什么的呢 本来 以前是卖肉饼的 现在是做服装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学过专业的服装 那个设计 但是因为我比较喜欢 所以从小就做 然后终于做了20年了 现在终于有那个衣服上市贩卖了 真的吗 嗯 所以这个就那个 送给你们夫妻两个一个礼物 谢谢 谢谢 而且刚刚她有提到 她确实是有服装在卖 我们又一组图片来看一下 所以左边这个是模特穿的你的衣服 右边是你自己穿的那衣服 嗯 披上去的 哇 这个很漂亮哦 这是你在卖的衣服对吗 嗯 对 对 我觉得这个衣服 其实穿在模特身上都还蛮好看的 嗯 对 穿在我身上 任何衣服都不漂亮 哦 这个是你 哇 这个感觉也蛮特别的 所以你是从小的时候 就开始自己设计服装 那在村里你穿成这样的话 大家是怎么评论你的 因为生活的环境不同嘛 然后大家对于时尚这个东西 对于美的认识就不同了 虽然说我这些东西 在我们乡下农村是不被那个认同 也不被理解的 但是在美国那边还蛮受欢迎的 就纽约大学的那个一个学生 然后专门回国为我拍了那个纪录片 也许在自己生活的那个小圈子里面 并不被别人所认同 但是呢 因为这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 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 在地球的某一个角落 在某一个区域里面 总有那么一些人会认同你 喜爱你 并且去追随你 你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礼物 我很喜欢 很实在 希望你们能喜欢 这是最昂贵的首饰 好 大家好 待会回家 我帮你做一串龙虾的 也挂一下 就很搭 就是玉米配小米加龙虾是绝配 好的 来 两位 做好准备啊 好 我们刚刚分享了半天 那么这还毕竟是一个答题的舞台 下面 答题见真章 两位 答题开始 汽车上路必须两证齐全 两证指的是行驶证和哪种证 驾驶证 通常自动挡的汽车 与手动挡的汽车相比 缺少哪种控制踏板 离合器 清朝乾隆年间 是哪位大臣主持修订了四库全署 纪小兰 哎 铁齿同样 武则天自立为帝后 将国号从唐改为什么 大桌 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西式炮台建筑群 位于哪个特区啊 西式炮台建筑群 哪个特区 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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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题 文明世界的月亮金字塔 坐落于哪个国家境内 墨西哥 选择题 十面埋伏是哪个中国传统乐器的演奏曲 A 琵琶 B 鼓征 只能给出一个选择 判断不明 请使用免答 过 过 首音 这道题 所以你来回答 P 琵琶 答对 恭喜 九号位的站位奖 首音 你可以把他带走了 我们一会儿来揭晓 继续答题 继续答题 与京剧 秩序微虎山中的经典台词 脸红什么相对应的是哪句话 脸红什么 我一下卡住了 对对对对 好像是精神焕花 是吧 对 精神焕发 你可以带走本节目送出了2000元的陷阱红币 非常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好的 谢谢 再见 再见 一 我没想到 季松输了 二 我没想到 首音 他真的赢了 而且首音还用掉了对手的免答权 所以来看一下他可以带走的礼物是什么 王首音能带走的礼物是 希尔顿酒店顶级景观蜜月套房 蜜月套房 来 首音 你到目前为止住过的最好的酒店 是什么地方 幸福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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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录影的基地坐的地方 你到目前为止住过最好的酒店 就是幸福山庄 对啊 幸福山庄就是江苏卫视旗下的酒店 所有嘉宾来到一站到底的现场 都是住这个酒店的 对 希尔顿酒店比这个更好 一定要好好体验一下 这件奖品将会被你固定拿到 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 请上位 你是本场的第三位挑战者 同样的 像刚刚前面的几位挑战者一样 开始属于你的挑战之旅吧 第一个阶段 先赢三个人 刚刚已经赢了一位 还有两位 你身上依旧有一次免拿拳 挑人 只有这仨了 一吧 一号 哈喽 大家好 我叫葛乔爽 是一名来自辽宁大连的 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人员 那么大家平时吃的食品呢 都是有经过我们的检查 在工作之余呢 我是一名超级球迷 大家从我的装扮也能看得出来 我就是德国国家队 和拜仁慕尼黑的双料死忠粉 今天来到一站到底的舞台上面 面对你的这一位对手 有什么话想跟他说吗 我是大连海选区的战神 你在大连 今天我们地面招募推广的时候 你是战神 对的 是大连战的第一名 对的 你赢了多少人啊 在内场 我们当时是7个人 我把剩下6个人都PK掉了 看来你面对的这位对手啊 实力非凡 我是乱选的 我觉得说什么都是哭话 还是那个答题重要吧 干脆 两位 答题开始 人体的五官当中 哪个器官对冷的感知度最低 我先答题吗 是 眼睛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这句话出自战国时期 哪位思想家的口中 孟子 糖尿病患者的表现是 尿中含哪类糖过高 胡桃糖 尼秋离开水后 除了用皮肤呼吸外 还可以用什么器官呼吸 来维持生命 眼耳鼻口舌 黏膜 什么器官手 脚 正确答案是肠子 尼秋靠肠壁上的毛细血管 吸收氧气 每当旱季 尼秋饥渴难耐 就可以钻进湿润的大地 靠肠子呼吸渡过难关 天呐 真的没有想到在这套梯上 能够掉下去 长知识了 长知识了 谢谢你的道场 乔爽 再见 不错啊 首音 一号位 开奖 来看一下你获得这奖奖品 隔世达豪华游轮济周岛 浪漫之旅 来 现场还剩两位 两位男士 分别站在二号位和八号位 王守英 选人 选择 二号吧 二号 下海 来介绍自己 大家好 我是一名香灯教师 参与工作已经有13年了 在很多人的眼中 香灯教师是清贫 坚守 尽职尽责 任劳任怨 那么我想除了这些以外 我们香灯教师 还有青春 阳光 自信 如果我觉得我符合这些条件 给我掌声你多少 我一直担任这个班准的工作 我跟我的学生怎么来说 也是可以说亲密无见吧 跟他们一起打球 一起什么做游戏 我输了也怎么样 做佛生啊 趴桌子 在教书育人的过程当中 自己也感受到了很多的快乐 小音 这是一位乡村老师 跟你眼中的乡村老师 是一个样子吗 不太一样 因为就那个我们是乡下嘛 年轻老师都不愿意在乡下教 所以我从来没有见过 年轻的老师 其实他说的也是一种现象 很多年轻人愿意留在城市里面 为自己打拼 就像夏老师说的一样 很多人选择了坚守 但是在坚守的同时 他也收获到了很多的快乐 他让他教育出来的孩子 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 他觉得这个也是 他自己工作的意义 和他生活的意义 OK 来 两位 做好准备 这一轮的答题较量 马上就要开始 首音 这是你要面对的 关键第三号 那个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来吧 两位 答题开始 相奇里 黑方的族在红方旗子里 被称为什么 兵 被誉为中国硅谷的是北京 哪个地方 中 啊 中客院 硅谷 中什么 中 葛 我太紧张了 这个题目 这道题最简单 我知道了 钟关聪这个 对啊 没办法 20秒内没有想起来 钟关聪 钟关聪怎么 我知道 我能够理解你这种心情 我能够理解 明明自己知道的题目 结果就是没有说出来的 那一刻的感受 那种痛苦呢 我觉得手音肯定带有一种气场 你看前面那个女孩 你还是战神呢 来了也是打了两道题 就掉下去了 我也准备再掉了 你知道 我都已经做好那个 掉的准备了 但是每次都别人掉了 已经都那个站好位置了 这样掉下去也不会摔着 你不会什么的 很奇怪哦 那道题应该很简单 其实这个题目也非常简单 这个钟关聪一直 也是存在这个脑海里面 我也不知道突然 他怎么一下子就脑袋 是一样 虽然没有答出这道简单的题目 也是因为很多的原因 但是他是一个爱学生的 很好的乡村老师 谢谢你 谢谢你来到现场 再见 谢谢大家 夏老师 再见 好 二号位请开奖 电信无线上网年卡 到目前为止 如果王守英选择离开的话 他将可以带坐的奖品是哪些 我们来看一下 戈士大花华游轮 季州岛浪漫之旅 谢尔顿酒店 蜜月套房 以及电器无线上网年卡 如果守英现在走的话 那么就可以直接带着这三件奖品走 但是如果选择继续往前冲的话 本场只有最后八号位的曹磊 这一位对手 赢了他以后 你可以把全场所有的奖品带走 还有机会冲击更大的奖 那个我还是冲吧 万一你这些奖品都没有了 没有就掉下去 有就拿着 他真的是看得 把物质看得很浮云呢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对啊 一点都不在意 对啊 那个现场的选手已经都 就剩下我们两个没掉下去了 人家掉下去 人家都不害怕 我掉下去我也不害怕 他说的话也许很简单 但是你没发现 他有一种朴素到 要把人生的活通透了的感觉 王守英 选择 冲 他身上还有一次免拿拳 面对最后这一位对手 曹磊 来自东北这哥们儿是吧 腰不太好了 对 这站得实在久了 从开场到现在 我以为我会 在之前就被抽走了 就是特别感慨好哥 你来解救我了 我今天最主要的 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拿走一站 到底战神的这一块金字招牌 因为我现在是一名 即将毕业的硕士研究生 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 我希望凭借自己的实力 在我的简历上写下光辉的一笔 为我的人生填一个重要的砝码 但是我觉得曹磊 你出现了有点晚了 就是你现在的话 只能战胜他一个人 感觉不是那么有说服力 要是早点出现多打几个人的话 我个人觉得能够战胜王守英 就已经是他最大的成功了 因为有那么多的能人汉将 纷纷倒在他的麾下 你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反正就是输了 好吧 看来只能 逢离亮剑 兵戎相见了 好嘞 最后一战 记住 他的身上还有一次的免答权 谁赢到最后 把权掌所有的奖带走 好的 两位 开战 酸奶最主要是由哪种菌发酵而成 乳酸菌发酵 近年来被爱美人士 用来做美容来注射的细菌是什么 玻尿酸 肉长杆菌 肉什么杆菌 肉毒杆菌 对 肉毒杆菌 该图中的女生模仿了哪位 巴西足球运动员 罗纳尔多 这是哪款经典的 红白机游戏的截图 这是我小时候玩的 小霸王那个吃色要塞 因汉代大将军霍续病 将玉次美酒倒入拳中 与士兵共饮而得名的 是哪座城市 什么 过 过 九拳 答对 8号位的战位奖 将会被你拿到 最后是一题定输赢 直接决定全场大奖的归属 答题继续 月上柳梢头人曰黄昏后 这首词描写的是我过哪个传统节日 首音你答 嗯 你知道哪些传统节日吗 秋苗节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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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节那个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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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吧 不知道 哇 太幸运了 好个 但我知道是元宵节 对 对 对啊 你其实我让你把这个节日多猜几个 其实可以猜得到的 赢了也就已经是最后了 赢了就也马上得走 输了也是现在就走 已经都没人了 我知道 可是奖品你不想要是吗 那个要不要就无所谓 答题 它是一个游戏 游戏得来的我不看重 这个理论还是第一次听说 那你觉得你来一战到底的目的是什么 我来一战到底的目的就是 那个越来一下别的那些选手 越来一下 好 首英啊 那个如果最后我真的成功了 我也郑重地邀请你 我们共赴希尔顿的这个 这个酒店 酒店就是朋友的身份 如果我成功的话 我以朋友的身份 邀请首英一起 那个是 但是只有一张床 好 啊 我们那个希尔顿是 蜜月套房 蜜月套餐 这不好意思好哥 你有一位好朋友去蜜月套房 好 好哥 我错了 首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 但是呢 所有的选手在面对他的时候啊 你看看 脸红什么 清晨焕发 这样的题答不出来 中国的硅谷是中关村 也答不出来 这说明啊 有些时候有一点小魔咒 但是呢 曹磊还是打破了这个魔咒 站到了最后 也谢谢你 谢谢首英 带来了属于你自己的乡村时尚 再见 初英 再见 恭喜曹磊 来看一下最后一样奖 八号位最后一件开奖 被你固定获得的这点奖品是 苹果笔记本电脑 谢谢好哥 曹磊 来 到舞台中间 曹磊因为站到了最后 所以呢在本场能够把所有现场的大奖 留下来的所有的全部席卷回家 都有哪些 看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现在选择走的话 你可以带走的奖品是 哥士达 豪华游轮 激州岛浪漫之旅 松下电动按摩椅 双铃人过具明星套装 三星对看门冰箱 电信无线上网年卡 苹果笔记本电脑 以及卡修自拍神器 总共是七件奖品你通通可以带走 现在曹磊重新的选择来了 最后面对你的最后的一个关卡 是精选五道题 你当然可以选择冲 也可以选择不冲 要是冲的话 不仅这七件可以带回去 还将收获由本节目送出的 全世界21个最值得一去的国家和地方 任选其一的双人游大奖 前提是你成功 要是在冲击的过程当中 一不小心一道题搭不上来 不好意思 已经到手了这七件奖品 随机 少 三件 你选择往前冲 还是现在拿旗舰走 冲 冲 嘿 精选五道题 请为曹磊开题 2003年中国内地第一个 打入韩国唱片市场的 朝鲜族男子歌唱组合是什么 阿尼龙 第二题 有台湾的暴雨中心支撑 全台降雨量最多的地方是哪个地区 火收流 第三题 二战时期为德国海军提出了 巡狼战术的海军元帅是 海英里希 第一 答对 第四题 北京国安队中场球员张希哲 于2014年冬季转会到了得甲的 那支球队沃尔夫斯堡 最后一题 太简单了 穷则独善其身 答折千计天下 恭喜你 总共答对五题 恭喜 口渴 手笔也有就不报了 恭喜你 曹磊 不往复你站到最后 真的不往复站到最后 曹磊下面的时间跟着我们转过来 畅游世界的地图为你打开 世界地图为你打开 好 北美洲 欧洲 亚洲 非洲 大洋洲 选择一个洲 告诉我 我去趟北美洲吧 去看美国 美国 美国地图为你打开 骑到哪里呢 纽约 夏威夷 拉斯维加斯 你的选择是 都是双人游的 天 还是学生 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去消费 我去纽约吧 他选择的是纽约 说好都会之旅 属于你了 还有前面的七点奖品 通通都属于你 祝贺 谢谢大家 有什么话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了 可以跟你的用人单位 在现场来求职一下 嗯 真的 我 我已经三个月没回家了 我三个月没回家 就是陆陆续续在北京找工作 昨天刚刚有这个用人单位 跟我打电话 能不能回北京来参加一场面试 我说 我说我现在是正在为了面试做准备 我说我现在在江苏录制这个节目 我也希望在我的简历上能填上更光辉的一笔 令以后用人单位能更好的去了解我 更好的去用我 希望今天我们一站到底这个节目 能够助你一臂之力 好吧 一定会了 豪哥 来 再次把掌声送给曹磊 本场战胖最后的冠军 谢谢豪嫂 大不留心带着所有你赢得的奖品 请离开我们的现场 再见 曹磊 去吧 我饿 走了 再见 各位亲爱的现场 还有电视线的观众朋友们 看到了吗 想像他们每位一样 来到这个现场 来感受这种答题挑战和博弈的乐趣吗 如果想来的话 报名的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 是的 除了官网报名 你也可以通过金龙与海洋游桃 和游一站到底 地面招募活动来到我们的现场 一站到底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感谢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的大力支持 是的 在这里还要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 百合网红牛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一站到底 下周一晚9点20 等所有爱答题的你们 来到现场 再见 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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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一夜成名 我也能 一站到底 不要给其他群有任何的机会 走 实在是高 60岁还有这身手 今天我来这个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当战神 我会变成了 他是想让我们在一起生 光说不练假把事啊 今天在一站到底 我一定能拿大脚 那我们一定能拿大脚 对 这个球